前线势力普京整肃俄军将领总参谋长被停职 大反攻泽伦斯基已从俄军手中夺回上千处据点 大赞乌军优秀铁杆野坡普京冷水 为了营救他们罗马教皇参与斡旋 朝鲜病例暴增 金正恩要走习近平老路 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5月14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遭遇顽强抵抗 损失惨重 乌克兰总统顾问阿列斯托维奇披露 日前到前线督战而被乌军炸伤 仓皇逃离的俄军总参谋长吉拉西莫夫已经被停职 目前克里姆林宫在考虑是否要给他时间将功赎罪 据报道 阿列斯托维奇指出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入侵乌克兰的不力 归咎于俄军高级指挥官 根据初步的情资显示 吉拉西莫夫已被停职 而普京和克里姆林宫正在评估 是否要给他时间将功折罪 来继续领导俄国武装部队 阿列斯托维奇还透露 有一些俄军的高级将领被撤职或逮捕 其中 俄罗斯西部军区第一战车部队司令吉塞尔已被捕并遭开除 而乌克兰内政部则在社交媒体平台Telegram上指出 有两名俄罗斯陆军司令因在乌克兰损失惨重而遭到革职 而黑海舰队指挥官奥西波夫上将 则因其舰莫斯科号遭乌克兰海防新飞弹击沉 以遭免职并逮捕 其下属的海军中将则正在接受调查中 据报道 吉拉西莫夫缺席俄罗斯9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 庆祝二战胜利77周年胜利日大阅兵 让他受伤的传闻再度善宵沉上 另据英国天空新闻14日独家报道 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在专访中表示 对俄罗斯将在战争中失败保持乐观的看法 暗示战争会在8月达到转折点 并在年底前结束 乌克兰会夺回顿巴斯 克里米亚半岛等被占领的土地 布达诺夫在自己的办公室向记者表示 战争突破点会落在8月中下旬 大部分活跃的战斗行动会在年底前结束 我们会夺回所有领土 包括顿巴斯和克里米亚半岛 布达诺夫还提到 俄军在改为全力夺取乌冬后 作战策略上并没有改变 现在也仍在遭受巨大损失 乌克兰对敌人了弱执掌 我们几乎在他们制定计划时就掌握了情况 布达诺夫还提到了未经证实的说法 他称普京心理和生理状况都非常糟糕 病情很严重 指他患有癌症和其他疾病 并强调对上述说法很肯定 不是在进行资讯战 用布达诺夫的话说 这是我的工作 除了我 谁会知道这种事 另据美国杂志新路线最新报道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官员被告诫 勿妄加揣测普京的健康 结果适得其反 俄罗斯调查记者组织Bellinkat首席调查员表示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发放在各区域工作站主管的备忘录写道 无需理会有关普京只剩几个月受命的谎言 调查员披露上级的指示收到反效果 因为大部分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官员突然开始相信 普京恐怕真的有重病在身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3日指出 从2月24日俄罗斯入侵至5月13日为止 乌克兰军队已从俄军手中夺回了 1015处被占据的据点 据CNN报道 泽伦斯基在13日发表夜间谈话 透露光是在24小时内 乌克兰就收复了6处据点 目前尚不清楚 这1015处据点 在乌克兰领土中的比例有多少 泽伦斯基表示 这些夺回的据点将会恢复 供电 供水 通讯 交通和社会服务 他同时也强调 哈尔科夫地区逐步收复的情况 显示出乌克兰不会抛弃任何同胞 与此同时 俄军在打消进攻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念头后 将战略重心转移至东部顿巴斯地区 但仍迟迟无法取得重大战果或优势 美五角大厦官员指出 俄军目前的进展约落后原定计划至少两周之久 据美媒CNBC报道 美国防官员透露 克里姆林宫近日调派更多的军力进入乌克兰 但这些部队在顿巴斯 仍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进展 甚至不禁反退 倒退到其他地区 美方官员表示 我们的评估基本上为 乌克兰军队在重新夺取哈尔科夫周边的城镇 村落上的任务上 持续取得进展 我们看见了 他们把俄军进一步推离哈尔科夫 让他们往边境更加靠近些 此外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线不断传出缺兵情形 更募多个佣兵组织填补兵源缺口 根据乌克兰情报单位掌握的消息 俄军已经耗尽迎击战术群的储备 而替补的部队则是训练差 士气相当低落 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发言人斯基·比特斯基指出 战事显示 如今俄罗斯已经用尽了最具战斗力的 迎击战术群相关资源 俄军从乌东顿巴斯地区征兵的 替补部队训练差士气低落 因为这是俄罗斯占领军 进行强制动员和征兵的地方 未经训练的人员基本上没有战斗经验 事实上 英国战情报告在本月2日就曾指出 在乌俄战事初期 俄军调派超过120个银级战术群 攻打乌国 约占俄军全部地面战力的65% 但其中可能已有超过1%失去战力 普京小兄弟似乎越来越耐不住性子 近期外媒公布一段 白俄总统卢卡申科的演说 他既语出惊人 大方肯定乌克兰军队 杀场上的英勇表现 更赞扬其战术运用相当优秀 称白俄军队应该以此为榜样才对 台媒报道 近日刚有目击者指出 傀儡总统卡迪罗夫领导的车臣战士 以假送医真送死的名义 在医院枪决俄军士兵 不久后身为俄罗斯战友的卢卡申科 也冷不防地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泼冷水 还质疑俄乌战争拖得太久了 俄乌战士胶着 目前仍有大约1000名乌克兰战士 坚守在马里乌布尔亚素钢铁厂地下的 苏联时代迷宫式的隧道中 基辅与莫斯科正在就撤离重伤员 和医务人员进行非常困难的谈判 据最新报道 美国防部长和罗马教皇也都参与其中 努力斡旋 法广报道 据守在马里乌布尔的乌克兰军方编队之一的 亚素团的副指挥官 斯维亚托斯拉夫·帕拉玛 从亚素钢铁厂发出的信息说 亚素团有近600名伤员 他表示 只要我们能抵抗 我们就会抵抗 希望美国帮助撤离我们的伤员 并动员一切力量 帮助我们从这个包围圈中撤出 乌克兰总参谋部14日表示 俄军继续封锁我们在亚素钢铁厂的部队 并对这座工厂进行了大规模的炮击和空袭 据法新社5月14日说 国际社会的努力包括教皇、方济各的努力 迄今未能拯救被困在该城市的乌克兰士兵 该城市90%已被俄罗斯轰炸摧毁 美国防部长奥斯丁14日表示 他与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烧伊古的会晤 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但他没有说那次会谈是否提出了这个问题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3日表示 会继续拯救马里乌布尔和亚素钢铁厂的所有人 不会停止努力 目前正在就下一阶段撤离重伤员和医务人员 进行非常困难的谈判 朝鲜疫情状况严峻 朝鲜官方14日报告了50多万感染病例 新增21人死亡 朝鲜最高领袖金正恩当天形容 此次爆发的疫情让该国陷入了大动荡 他呼吁全民抗疫 并表示可以借鉴中共的抗疫经验 美联社分析指出 近日朝鲜举行的大型庆祝活动 可能是导致朝鲜疫情迅速蔓延的一个原因 德国之声的报道指出 鉴于朝鲜测试能力有限 实际感染人数或比官方公布的数字更高 新冠疫情死亡数字可能很快就攀升至数千人 朝鲜并没有大规模展开疫苗接种 哈佛医学院专门专家指出 朝鲜测试能力为每周1400人 并不具备对成千上万病症者进行检测的能力 朝中社报道 金正恩表示 会向本部党委交出自家准备的常备药物 并提议将之用到困难加户 金正恩还表示 朝鲜防疫部门要好好研究别的先进国家的防疫政策 和防疫成果以及经验 最好积极学习中共在抗击疫情斗争中取得的先进而丰富的防疫成果和经验 不过中共当局的动态清零政策给民生和经济带来的影响 已经遭到巨大质疑和批评 美联社报道 有专家指出 因为大部分朝鲜民众未接种疫苗 加上糟糕的医疗系统 若是疫情扩散 会对朝鲜造成毁灭性后果 至今朝鲜并未说明这次疫情爆发的可能来源 路透社报道 首尔的一个网站新闻门户指出 朝鲜一所大学的一些学生 5月1日在平壤参加一个活动后 检测结果呈阳性 金正恩也出席了此次活动 美联社指出 4月25日的平壤市中心的金日城广场 举行了大型阅兵式 数以万计的平民和军队聚在一起 这可能是导致病毒传播迅速的一个原因 好了以上是本期《万维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Serena 我们漫威TV最近开了一个全新的粤语频道 用广东话和大家一起看世界 粤语频道将会在星期二至星期六持续更新 我们新频道的连结就在下方 欢迎各位订阅和赞同我们的新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